但是我的铲婆呢 她们也有她们的高科技 这是她的超音波 她就是用这个来听 胎儿的心跳 还可以摸出胎儿的位置 所以不管怎么样 在这边的生活 有时候非常的开心 有时候非常的沮丧 但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当这么辛苦的时候 看到最后病人 从露出她的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人生最甜美的事情 好像又带回 当我是一个实习菜鸟医生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为什么 我要成为一个医生 我告诉问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成为医生 其实我觉得 当看到这个孩子的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得到一点答案 当然除了医疗的部分 在那边还有很多的生活 你会觉得说非洲人 好像他们的生活资源 并不是很丰富 但是我觉得 或是有人觉得说 非洲人是不是很懒惰 他们不爱工作 那各位我要跟你说 这是错的 我看到非洲的朋友 他们从小就非常非常努力 在时候生存 他们对生命中 有非常多的创意 像这个东西 这个手推车 大家觉得怪怪 它的轮胎特别的大 这是他们的身材工具 因为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一台救护车 在那边的人 他们常用手推车 就是用来载病人 载货物 载生活的大小日用品 包括当病人 他可以载病人当救护车 雨季来的时候呢 对孩子来讲 我觉得那边的孩子 可以非常容易就满足 对他们那样 雨季来就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当下雨的时候 所有的孩子就把那个肥皂 抹在身上 然后在这个路上 就是到处这样的跑 然后就把身体洗干净 非常的开心 不过当孩子这样洗干净 第二天就感冒 就来我们医院 那这张照片呢 我想跟各位同学 有一点关系 跟我关系非常大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罪恶感其实蛮高 这是非洲 赖比瑞尔的一个开学典礼 这个医学院呢 在停摆了五六年之后 终于又在开学 那对我来讲 那时候我就觉得 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常常只会觉得说 我今天来学校上课 一定会有人站在前面讲课 我觉得我还可以批评 这个老师讲的好不好听 笑话好不好笑 那我想不想听 我觉得今天太累 在后面睡觉 但是在赖比瑞尔 我认识一个朋友 一个实习医生 他已经当了十年的实习医生 还没有毕业 并不是他不用功 不想毕业 而是他非常的用功 问题他找不到老师 因为那个教药理学的老师 在内战的时候被打死了 所以他的药理学没有办法毕业 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的毕业证书 所以他足足当了十年的实习医生 他一直等待毕业 那各位同学会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虽然我一开始讲的 生命中我们觉得 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 就会发生 会有人缴学费 让我们来 来到海洋大学 来到海洋大学之后 自然会有人 这个来上课 自然会有人递考卷给你 你考得不好之后 自然会有人来找你 这样子就好好加油 不然你会被二一掉 我现在没有二一了 那这个 但是在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在那边要上学 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奢侈 要接受教育 就很像那副 这两副人骨头一样 那两副人骨头 就是 虽然右边的缺右手右脚 左边的缺左手左脚 但他们就是想尽量 把它拼成一副 还是有108块的人骨头 那在那边的通讯呢 在那边的通讯 看起来 我们都是用这个无线电 就是来 来彼此联络 那想说 那那边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通讯 非洲当地的人 他们怎么通讯 如果你觉得他们没有机会 没有什么好的联络方法的话 那你看看这个广告 这个 一个朋友拿着一个 拿着一个那个mobile phone 就是赖比瑞亚四家的 四家行动电话里面 其中的一家 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你觉得说 在那边怎么会有行动电话 没有错 在那边真的有行动电话 而且行动电话在那边的business 在那边的生意非常的大 那在那边一支行动电话 这个Nokia的金刚机 在那边二手的 在叫价大概是120块美金 120块美金带有多少钱呢 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 在那边是非常高薪水的 他的一个月收入 大概也是120块到150块美金 所以你想想看 他用一个月的薪水 去买一支手机 而且几乎发现我们医院里面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护理 医护人员呢 几乎都有人手一支手机 那时候我就非常好奇 我就说 如果是我 我觉得 我今天拿到年终奖金 我拿到一笔大的金额 我应该先去买一个 可以生活日用品 我可以吃得饱的东西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愿意 花一个这么高的金额 去买一支手机 他说 Raymond你想想看 台湾有地震嘛 如果台湾地震 通常每次地震一来 或是有一个什么天灾一来 地震一结束 大家第一件事是怎么样 拿起手机赶紧打回家 问问家里状况好不好 他说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 每次只要一个 爆发一个冲突 爆发一个战争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回到家 也不知道家里面生死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 这个手机是唯一唯细 可以听得到我家里面人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在世界 什么不同的角落 我觉得对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都是一样 就是我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那是我在乎是 至少我可以知道 我的孩子 或是我的太太 我的亲人 在发生这个事件 发生内战的时候 他们是安全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们刚刚一直用我们 站在这个地方呢 看在这个非洲那块土地 透过这些照片 那其实非洲的孩子呢 他们也一样 隔了那个海洋 在海洋的那一块呢 他就一直问我这个同事 我那同事是一个法国巴黎人 他就问同事说 到底巴黎是长什么样子 巴黎到底在哪里 我同事的比语说 在天空上面 他们就非常好奇说 那怎么会有城市在天空上面 所以海洋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有时候不觉得 我非常喜欢海洋 我觉得贵校也是非常的 得天独厚 就是就靠在海边 我不知道各位有时候会想想看 就是海的另外一头 另外一头 那块大陆的人 是在怎么样的生活着 不管怎么样 在那边工作 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起伏 我很喜欢到这个新生儿室里面 看到新生儿的时候 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是一份生命的力量 因为不论生活再怎么辛苦 只要活着 就是有希望 那当然十个月 一开始我觉得十个月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我记得刚到的时候的前一个礼拜 真是度日如年 就每天晚上都觉得说 哇 时间怎么那么长 一天怎么过那么久 还没过去 甚至就是一两个礼拜觉得说 哇 可能撑不下去 想打退堂鼓 但这时候就撑了一口气 就这样一直继续走下去 后来我才发现 十个月其实非常的短 对于认识一个文化 认识一个族群 我觉得服务最基本 应该先从认识开始 我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去学习Liberian English 它的英文比较奇怪 那通常当地的人 他们叫皮肤比他们白的人 就叫做white man 那white man其实是有一点歧视 或者是有一点鄙视 当时他叫你white man的意思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你跟我们是不同族群的 好像你比我们富有 你是一个 好像是另外一个 这个新的殖民者也好 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也好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 他们叫我white man 终于经过十个月呢 之后跟他们相处之后 那他们 当我要离开之前 他们就开始叫我 Liberian Yellow Man 那比white man好一点 那非洲的习惯就是 当你工作 他们觉得一个外人来 来到当地 他觉得工作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呢 最后他通常会送我们一件 就是当地的衣服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 他送了我一件衣服 我想还不难看 所以也许在那边工作 应该还算做得不错 不差 这个孩子 他手上拿的国旗是Liberian的国旗 我在那边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在Liberian的孩子 的眼神都非常有神 但是越到大人 他们眼中就看不到希望跟灵魂 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希望这件事情是非常渺茫的 因为 用一个例子 为一个工作的伙伴 他是一个护士